二叔 这么一点事都办不好 以后怎么在元老哥做事 是啊 身之错了 哼 不过我汪家也并非一语之辈 没事不惹事 但是出事了 我们不但不怕事 而且能凭事 汪家二长老都来了 看来金牌娱乐汪家真的是势在必得 这事大发了 金总 我知道你这次卖公司一方面是因为资金链断裂 另一方面 是想要救你远在霸国的儿子 这样 价格方面 我出五亿 但是霸国那边 我可以动用关系 帮忙联系认识迈克战王的人 你也知道 就算你拿到这笔钱 如果没有中间人说何 迈克战王不一定会放过你儿子 其实我儿子也没犯什么错 就是在霸国的酒吧认识了一个美女 然后搞在了一起 可谁曾想 这美女居然是霸国五星战王迈克的老婆 好 只要您能保证救出我儿子 五亿就五亿 十三 有些事情 不是有钱就能办得到的 我们豪门 之所以被称为豪门 失利岂是你这种区区爆发户 能想象得到的 金总 如果我说 我只需要一个电话 就能让麦克战王 马上放了你的儿子 并且不需要交什么保时金呢 这样吧 十三 我给你个机会 让你打这个电话 只要你真的做到了 金牌娱乐公司 我出钱买下送给你 这可是你说的 宋财童子 我可谢谢你 敬爱的大天使长大人 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有点事想拜托你 就这么点小事啊 好说好说 金总 事情搞定了 您等着好消息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您老人家龙共打电话 没超过两分钟吧 金总 要不咱们签合图 全子就拜托汪先生了 喂 爸 是我 哎子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了 麦克战王刚刚向我赔礼道歉 还主动让人送我回酒店了 现在我正在回去的路上呢 给你打个电话报平安 你别担心 就这样 先挂了哈 什么 麦克战王主动赔礼道歉 他可是被我儿子绿了 这都能原谅 勒 麦克战王您好 金先生 对不起 我为此次的行为感到非常抱歉 请您原谅我无知 辱莽又粗鲁的行为 这 这什么情况 麦克战王 居然亲自打电话过来给我道歉 我已经跟我老婆离婚了 如果贵公子喜欢的话 我这就把他送到酒店去 别别别 麦克战王真没那个必要 那 麻烦您回头跟那微战神说一声 就说您已经原谅我了 可以吗 难不成 刚刚跟十三通话的人 是当今霸国第一战神那微战神 金总 事情搞定了吗 搞 搞定了 什么 金总 你可要确认好了 别被人给骗了 万一是别人假扮你儿子的呢 不会的 我儿子的声音和说话的方式我太清楚了 而且刚刚麦克战王还亲自打电话过来给我道歉了 甚至还要把他老婆送给我儿子 一个电话打过去 不但让堂堂霸国五星战王麦克放人 甚至还要送老婆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道理的 不用想了 我刚刚跟那微战神打了电话 拜托他这么做的 那微战神 那可是霸国第一战神 即便是退役了 可他的人脉和余威仍在 十三竟然认识那微战神 甚至还能指挥地动他 巧合 一定是巧合 对 那微战神怎么可能认识你这种小人物 又怎么可能听你的指挥 一定是恰好拿微战神打电话过去 被你钻了空子 十三 你好一个狐假虎卫啊 宋财童子 你是不是该履行承诺 把金总的公司买下来送给我了 十三 我二叔刚刚不过是随口一句玩笑话 你居然当真了 可笑 你的意思是 你二叔说的全是屁话 做过的承诺都不能算数了 要是你承认 我可以当无事发生 小子 你已有种 小飞 我们走 买公司的钱留下 你才能走 怎么着 我不给钱 你还能把我留下 我倒要看看 你有没有那个胆子 我可是堂堂汪家二长老 你敢动我一个试试 强仔 请他吃西瓜 嘿嘿 放心吧 老板 保熟 我十三 我十三医生行事 向来说一不二 你既然与我许下承诺 那就必须遵守约定 要么把金牌娱乐买了送我 要么把命留给我 十三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 你敢在这闹事 是想向汪家开战吗 我来之前就已经向汪家宣战了 不但如此 我还要向整个伤亡戏宣战 汪家 伤亡戏的人 还有伤亡 全都是我的敌人 你你你 简直狂傲到没边 竟敢向整个伤亡戏的人宣战 完成你的承诺 否则 死 十三 你改 强仔 送他上路 好的 汪家二长老吗 不知道你的西瓜甜不甜 别别别 我给我给 我给钱 小飞 给钱 快 宋财童子 谢谢你啊 你们可以滚了 十三 我倒要看看 你买下这个金牌娱乐 能不能蹦打得起来 我话放这儿了 用不了两天 金牌娱乐就要改名换姓 你这么明目张胆地挑衅汪家和伤亡 会不会有事啊 我不挑衅 他们就不会对我下手了吗 我想吃下地度的市场 就必定会跟他们有利益冲突 要玩 我就陪他们玩到底 好 我支持你 十三老板 我也想跟着你干 就是 有点怕 放心 我可以先送你的家人去港城 那里是我的大本营 如果咱们真在地度干不下去了 大不了卷铺盖会港城混 我不是没留后手 好的 十三老板 我跟你了 强仔 去让红星安保团的精英度来地度 另外 给蔡姐和金总美人配备 一名玉前世卫级保镖 和三名特种精英级保镖 好的 老板 一名玉前世卫级保镖 和三名特种精英级保镖 这 这什么待遇啊 整个地度 怕是只有四大天王和战区大佬 才有如此待遇 二叔 我要弄死十三 我一定要弄死他 你放心 十三敢在地都不给汪家面子 还敢抢咱们的利益 不拿命赔 我岂能罢休 马上就要有大人物来地度了 无论任何事情 这两天你都要给我好好认证 如果我们汪家能绑上这个大人物的大腿 得到了助力堪比得到四大天王的青睐 二叔 什么大人物啊 港城战区的总指挥花铁 因为工作出色 升迁调入了帝都座总指挥 他的女儿也被安排到了帝都财务司工作 我们要接待的正是这两人 四花铁花战神啊 那可是能跟商王平起平坐的人 如果汪家真的能巴结上 那可真是要起飞啊 而且啊 花铁的女儿花铁罗是独生女 据说非常的时尚漂亮有气质 前一阵子 花铁罗刚跟港城豪门的离开分手 估计现在正为情所伤的 你明白二叔的意思吧 要是他能把花铁罗追到手 那岂不是汪家就跟花家成亲戚了 到时候 以汪家为枢纽 打通商王和花家的关系 整个地都还有谁敢招惹汪家 二叔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表现 王八蛋 花小姐是你能随便看的吗 马上给我道歉 花小姐 实在抱歉 我刚刚失态了 这可是帝都战区总指挥 自己要是得罪了 恐怕汪家都要没了 混账东西这么不争气 见人家漂亮 居然能流口水 我真恨不得一巴掌把你给拍死 算了 算了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走了 你找死了 有点出息没有啊 没见过女人啊 其他的女人你爱怎么玩怎么玩 但是花起罗小姐是什么身份 你最好心理清楚点 再有这样的事 我跟汪家 甚至伤亡都救不了你 二叔 对不起 我一定注意 行了 赶紧把两位贵逼安顿好 晚上在帝都的私房 菜餐馆给他们接风洗尘 对了 你去把那个十三也邀请过来 二叔 叫他来干嘛 连这种能跟四大天王掰手腕的大人物都跟我汪家有交集 我倒要看看 十三知道以后 还敢不敢像之前那么张狂了 二叔 高还是你高啊 十三 我倒要看看 你见了帝都总指挥 还敢不敢再猖狂了 十三 汪飞邀请咱们去帝都一个私房菜餐馆 那个地方我知道 是汪家的产业 所以他叫咱们今晚过去 肯定是想摆鸿门宴 汪飞还说什么了吗 他还说 如果你不去 就先让人把我的送人影视给查了 明也知道 影视行业猫腻很多 经得起查的没几家公司 我打算实在不行就把公司卖了算了 不用 我去就是了 十三 这次可是在人家的大本营 太危险了 还是别去了 今天不去 你卖公司 明天不去 你卖家产 躲能躲到什么时候 这样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罢了 哼 想要让他们安分下来 那就是狠狠地揍他们一顿 好 蔡姐陪你去 十三老板 你居然真的敢来这送死啊 汪飞 你别搁这儿放饭了 整得五脊六瘦的 有意思吗 死老太婆 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嘛 别慌 今晚就让你跪在小爷面前唱征服 想让我十三跪下的人 有不少 但到现在为止 还从没能实现的 十三 那天才我点的仇 我可还记得呢 所以呢 呵呵 我来告诉你 待会儿饭局上会发生什么吧 首先 你会大吃一惊 被我汪家的人脉 与失利震惊到瑟瑟发抖 其次 你会主动向我和我侄儿 赔礼道歉 并且是用卑微如狗 谄媚若离的态度 当然 我和侄儿是不可能原谅你的 这话 我现在就提前撂着 最后 饭局结束 你会哭着跪在我面前 祈求我放过你 天还没黑呢 你就做上梦了 蔡小姐 知道你的下场吗 不知道 你的下场就是心甘情愿地被脑子弯 然后像死狗一样丢到垃圾堆里 这就是你今天晚上的下场 如果你们说这俩 今晚就是找我来看你们表演放屁的 那抱歉了 我没兴趣 哼 死到临头了 还这么张狂 你这种人 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十三 我也实话告诉你了 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这么信心十足的能让你跪下吗 那是因为我汪家请到了天大的人物 堪比四大天王一样 天大的人物 在这种人物面前 你弱小的连蝼蚁都不如 十三 看这情况 汪家怕是请来了战区的大佬来压阵 这种情况下 什么脸面 什么尊严 全都别考虑了 忍怒了大佬 是真有可能死的 记住蔡姐的话 夹着尾巴做人 该怂就怂 听到了吗 别担心 哎呦 赵战神 快请快请 花指挥和花小姐去逛街购物了 可能得一会儿才能等 麻烦王先生稍等一下吧 哎呦 赵战神您这是哪儿的话 等咱们总指挥 不是应该的吗 花指挥说 想吃过饭之后 带我们一起去拜访一位大人物 什么大人物 具体是谁我也不清楚 我只知道 他是花指挥在港城拜过靶子的兄弟 是花小姐的叔叔 哦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师三 你不是猖狂吗 不是嚣张吗 见了这么多的战王和战神 你区区一个商人还能嚣张得起来 那 那待会儿 可否带我一起去拜访一下 如果能跟莲花铁都要登门拜访的大人物搭上关系 那我还不得原地起飞 嗯 汪先生 你有些僭越了 是是是 你看我这得意忘形的样子 总指挥的拜把子兄弟那是何等尊贵 我怎配高派 这是王先生你的客人 不是 他是刺客 被我想办法挽住在这里 就等着你们来抓回去呢 嗯 怎么回事 此人要行刺总指挥 我亲眼看到的 把他抓起来 押回去审问 你们 你们不能这么做 我们是阎王的 哼 我看谁敢动他一下 这人 身上的杀气之浓郁 绝对是从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超级高手 我都不是对手 能被战神级高手保护的人 汪家居然也头铁地敢招惹 连我照身都没这个胆子 看来 汪家没说实话 这是想把我们战区当刀了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花指挥 我们抓到了一个想对您行刺的刺客 喂 证据确凿 刚刚 那小子居然还想对赵战人动手 简直是胆大包天 有这回事 总指挥 就是这小子想在这儿行刺您 对 他还带打树 刚刚就连赵战神要逮捕他们 他们都敢反抗 花指挥 您 我丢泪龙木啊 叔叔 我和自己这儿到底招惹了一个怎样的存在啊 居然连帝都战区从指挥都如此在意他 花指挥 您 好啊 你们真是好狗胆啊 居然连我花铁的拜把子兄弟都敢诬陷 当我花铁是弱智吗 十三 居然就是花铁的那个拜把子兄弟 这赵战人就是花铁请过来要去拜访他的 爸 跟他们废话那么多干嘛 敢诬陷叔叔 必须死罪一条 十三先生 对不起 之前多有得罪 实在是我们有眼无珠 请您原谅 嗨 我在汪家人的眼中 不过就是区区开门犬罢了 怎敢在汪先生您面前妄言 我们才是狗 求十三先生绕过我们 你少了 跪下 给十三先生道歉 十三先生 对不起 公明不是说 十三就是个农村出身的普通商人 幸运地搭上了他公家的船才起飞的马 现在看来 这个公明完全是在往自己脸上贴肩啊 蔡姐 刚刚他不是羞辱你吗 你想怎么惩罚他 说吧 我帮你兜着 刚刚不是还想玩我吗 来啊 来玩啊 老娘看你还有没有那个能力 汪妃 跪地学狗教 要不然 我饶不了你二叔 宝宝心里苦啊 你找他长 打我蛋上 说实话 我十三 只是一介普通商人罢了 不想跟你们这些豪门贵族扯上关系 因为麻烦 一介普通商人 你这比装得也太气人了吧 就像你说的 我十三没事不惹事 出事不怕事 十 十三先生 这件事的确是我汪家错了 您大人不计小人物 饶了我们吧 我们保证没有下次了 滚吧 滚黑 Soviet 我的팾 经历了我